自我爱黑社会出身的大雅周一佩 先前发文控诉黑人成见周姓骚扰 除了硬闯房间强暴 还遭到对方扑倒在床上 随后黑人对大雅提告求偿1000万元 不过后来撤为民事诉讼 该提告刑事妨碍名誉罪 大雅于14日首次出勤并发文谈言压力非常大 没想要收到自己的经历 竟成为台湾蜜兔运动中第一个被告的人 导致后续再也没有受害者敢站出来发生 不过他认为如果就此退缩 就等于放任何害者的行为 因此这几个月寻求了台湾香港等多方的建议下 已经在香港律师的陪同下 到案发地的香港警局完成了报案审序 据在台湾被提告的部分 则因为侦查不公开原则不方便多说细节 未来他将会积极配合调查 让正向早日水落石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